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有一种幸福叫平安 有一种精神叫自愿 有一种崇高叫信念 有一种高纳叫平凡 有一种责任叫承担 有一种快乐叫放弦 有一种感激叫挂钱 总人考验这陷路漫漫 以为有力并不弹 手去隐瞒大爱无言 天亮希望温暖凝结 天亮希望温暖明天 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 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她能 我还能埋着她呀 我看也是 啥叫你看也是 他们俩的事都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成这么烂狗 不是 我说你姐 你咋能不自信呢 就你这么年轻漂亮 会穿衣服的 她跟你啊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这话我愿意听 是 学俩那还挺好呢 你们家老魏又那么喜欢 他们俩要是结婚了 这不是两天其美的事吗 多好啊 女怕嫁错郎啊 这女人哪 要是嫁错了 毁一辈子 你这话倒是有道理 有啥道理呀 妹子你咋听不出来呢 她不就是为自己着想吗 想让齐飞良娶小鹅 看你们家有钱 占便宜没什么钱 不是 你听不出来好来话来呀 我占什么便宜呀 我能占着什么便宜呀 我这么说 我不是为了小鹅好 为了佩芸好吗 行了 会说不如会听的 你就想潘高枝 我妹妹家要是没钱 你能这么使劲劝吗 我的天 我没法跟你沟通 也没法跟你交流 我说到你点的哈啥 老爷呀 你少说两句吧 我觉得刚才她说那些话 挺有道理的 那不是为我好吗 你说这秦学良 要真是把小鹅给娶了 我家老魏就高兴了 小鹅呢 以后也有保险了 我觉得是可行 不是妹子 你咋钻得太快了吧 昨天你还说 肯定不同意呢 我这不是刚才听她这一劝 让我这脑子就开窍了嘛 听人劝吃饱饭 再说像我这么精明个人啊 别人一点问我就透 干啥吧 我当了六年的脱肿兵 这六年里 训练 执行人 都挺苦的 不咬牙根本就挺不过去 可能是我习惯了这种生活吧 我觉得 要是没有遇到点压力 没有困难 人活着就会轻飘飘的 我喜欢挑战自我 喜欢战胜困难的过程 当然 我也热爱我的故乡 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 那个地方 如果没有埋葬你的亲人 永远不会是你的故乡 我太爷爷 我爷爷 我爸爸 都埋葬在青山芸 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没有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 我在想 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这一带的努力 让青山芸富裕起来 那我们的仙卑在九泉之下 也会得到告尾的 你应该是一个诗人 杨柳 我小时候写作文就没得过高分 这你不是不知道 你的诗 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夸人了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夸人了 许良啊 根据你的申请 组织部门同意你回村座党支部书记 而不是挂置第一书记 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念 许良啊 你考虑过没有 你如果做这样的选择 你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马书记 这些我都想过了 我之所以要下决心 回家乡当党支部书记 我的目标 就是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目 三年 五年 甚至一辈子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莫都会坚持到底 我始终记着一句话 不忘初心 牢记是必须 来啦 这时候回来啦 最后一班车 做饭呢 我给你上午 不用 不用 你快进屋歇着去吧 我不嘞 土豆乱动脚 一会儿外我就闻着了 真香 你说 也不知道咋的 妈就觉得你今天能回来 闻是娘的心头肉 儿子干啥 娘都能感受得到 那还用说吗 快快快 我说早点回来嘛 你大家 你二姐 找你办点事 都等你半天了 咋才回来呢 王二姐的事我办不了 别以为我多大胆 你这臭小子跟我说话 从来都没好气呢 来 儿子 多吃点啊 妈 您别管我了 您快吃吧 儿子 你多吃 来 妈 您都给我 您吃什么呀 您多吃点 哎呀 这咱俩俩咱还客气上呢 妈 这些年 您一个人在家 是不是觉得挺孤单的呀 可不是嘛 这屋里无外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妈有时候晚上睡觉 迟到半夜醒了 我坐在那儿 想想走了的你爸 再想想在部队上的你 心里头还真有点挺难过的 这回好了 这回我回来陪您了 您就不用再难过了 话是这么说 当妈的都希望儿子能远走高飞 在外边多闯一闯 我都闯了这么多年了 也该结甲灰田回来陪陪您了 妈 您看您 头发都白了 越来越喜欢姥姥了 妈都那么老了 我不是说您老了 我不是说您的神态 越来越像我姥姥了 慈祥 平淡 这眼神和笑容 看着就让人心里温暖 而不嫌不丑 我妈才不丑呢 我妈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看你把妈妈夸得 跟朵花似的啊 喝吧 喝吧 黄河水不干你就喝吧 这假的 这小词挺硬啊 还黄河水不干 黄河水能干吗 我明白了 你这是鼓励我喝酒的 喝吧 喝吧 你咋吓巴巴了 你说你除了喝酒吹牛 你还会干点啥 那你可小瞧我了 我许半仙不敢说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懂的事情肯定比你多了去 你知道联合国秘书长谁吗 你知道啥叫GDP吗 你知道啥叫CPI吗 行了 行了 吃个饭都不让人清静 学那么点才是学人挂嘴上了 有啥用呢 不 你小聪打一进屋就没有好气 谁惹你了 跟吃炸药的时候逮谁崩谁 儿子 不是谁欺负你了 你跟妈说 你不敢置身妈敢置身啊 妈谁都不怕 杨王爷的糊涂我都敢揪 儿子 你不说你爸也能算出来 是不是跟杨柳生气了 现在有危机感了 啥机感呀 这瞎说 你别吐嘴啊 温君啊 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知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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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怕杨柳遗情 跟秦学良好上来 我怕啥呀我怕 谁爱跟谁好谁好去 我水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呀 就是 他一个杨柳啥了不起的 你娘俩也就催一把 光嘴巴硬有啥用 杨柳真要是跟温君吹灯芭蜡 就咱家温君 连魂都得找不回来 还让人吃饭了 能不能说点 我愿意听的话 你愿意听的都是假话 儿子 马亭村里人都在议论 说你要回村当村知书 这事是真的吗 妈 我回村当知书 您同不同意啊 同意啊 我儿子干啥我都支持 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看来这事是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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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村知书可不大好看啊 是老北星不常说吗 能当得了县委书记 也当不了这村知书 您就说您儿子有没有这能力吧 有 我儿子有这个能力 我知道 儿子在妈的眼里 永远是最优秀的 可我也知道 我回村当这个村知书 会有多难 那你还回来干啥 我记得我爸曾经编过一段顺口溜 上山南 上山南 南中有险 险中有天 妈 你说我爸说的有没有哲理 儿子 你这记性可真好 你爸编的顺口溜你还记得 哲不哲理的 妈不太懂 可是妈知道啊 一件很难的事 要是干好了 那心里就会很高兴 大家也都会佩服 妈 您别说您什么都不懂 您当了这么多年老师 什么道理您不懂啊 您说的话 全在道理上 有您的支持 儿子什么困难都不怕 行 你就好好干吧 妈 相信你能干好 必须干好 你说你要是能像胃宝库那样 挣一大堆的钱 谁还能看不上咱家文君 别说一个杨柳 那有十个杨柳都得排队了 我说你 啥能耐没有 还缺了一条腿 文君能追上杨柳 那真得说咱儿子有本事 不 你怎么总说这样的话呢 一拯救我没能耐 我还缺了一条腿 我腿咋缺的啊 那不是你爸那年盖房子上梁 我去帮忙从房子调了摔的吗 没人跟你说话 文君呢 我知道你瞧不起你爸 但是有时候呢 我说的话你也得琢磨琢磨 你目前想要化解危机 你能不能换个话题呀 咋就就是这个事不方了呢还 你爸呀 是没有大能的 可我还不能跟你出出主意吗 你现在 唯一的办法 就是千方百计地促成 魏小娥和秦学良的婚事 村里人都知道 魏宝库就乡中了秦学良 一心想把他叫小娥嫁给秦学良 而魏宝库呢 又挺信任你 他不总叫你许君是吗 你要是能把魏小娥和秦学良 撮合到一块 不单魏宝库会感谢你 你的危机也就化解了 文君啊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这还用你说我不知道啊 你可别衰了啊 我要不说你娘俩这根本 不可能往这起扬 我比你笨是不是 你就笨 那我要是不笨 我就是隔壁王牧将的儿子了 儿子 你看你 又把儿子可惹生气了 你懂几个问题呀 文君这是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按我说的去做的 你先走了 就行 你去吧 那你去吧 小祖宗啊 干啥呢这是 你妈这这么贵重 衣服咋都扔了呢 不要不要都不要了 一天都不要了 我都拿去送别人 我知道你这个 现在心情不好 但是也不能拿衣服 撒气呀 赶紧坐着呢 那老外婆呀 老外婆呢 跑哪儿去了 老外婆给你叫的 你爸听着不揍你呢 他干嘛呢 你也是背后能耐 见着他你也哆嗦 要不你能回来呀 害怕了 他说从今往后 一分钱都不给我了 搁谁谁不怕 你说这可咋整 咱们娘俩啊 这些年都大手大脚惯了 他要是把钱 给咱俩断念了 咱俩就是喉喉他爹 非非了 你说这老外婆 挣那么多钱不花 咱俩不花谁花 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呀 你爸那人你不知道啊 他就是吃软不吃硬 他要是说出那个话 决定那个事 你要是反对他 马上就跟你翻脸 所以说以后啊 咱俩就顺着他 他说啥就是啥 他要说乒乓球是方的 咱俩就说 妈呀 太方了 跟火菜合适的 他要说元宵是黑的 咱俩就说 哎 妈呀 太黑了 就跟没球似的 妈 你咋这么能拍马屁呢 你不拍没钱花呀 哦 那得拍 好好拍 接日拍 那对呗 那对呗 老衣服 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啊 老衣服 那小哥回来了 你知道吗 他敢不回来 是 老衣服 老衣服 哪天中午 跟秦雪梁生气了 你咋知道呢 杨壮都跟我说了 让我来劝劝你 说 我有时候说话 您还是愿意听的 杨壮这个小子心还挺细 是 我那天给学梁不高兴了 这小子有点不太实术啊 我让他回矿山帮务管理 我还想把小鹅嫁给他 一样不答应 你太傲了吧 从此以后他就得 灰溜溜的 一事不成 一事不成 这不太好吧 你看看 老衣服 你也吓不了那么大的喊 你小子 正话反说 给我给我玩轮子呢 我不跟你玩点轮子 你能听劝呢 没事来劝我去 妈 你不是不让我 嫁给秦雪梁吗 这咋又变卦了呀 不是我变卦了 我下午跟他们打麻将 周芬真跟我说一番话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老周婆子说什么了 别老周婆 老周婆 该你叫的 这没礼貌呢 老周婆子这人鬼精鬼精 妈 你要小心点 别上个当啊 我小心啥呀 老周婆子心眼是多 但是对我挺好的 有时候经常给我出主位 就像这次这事啊 她说秦雪梁这人挺好的 你爸又喜欢他 让你嫁给他 这不两全其美的是吗 她是这么说的 还没说完呢 她说女怕嫁错郎 这女孩要是嫁不好 这一辈子就毁了 她说秦雪梁人挺好的 爸 你真是有点傻 她这话什么意思 你没听懂 我咋没听懂呢 她那意思就是说 劝你嫁给她们呀 我嫁给秦雪梁 老周婆子是秦雪梁的老舅妈 我不就成她外甥媳妇了吗 她不就跟着沾光了吗 她哪是为你好呀 她是为了她自个儿着想 妈 我爸老说你啊 你还不相信 你就是有点二 你别说我二 你要说我二以后 我跟你爸是一条战线 我不搭理你了啊 好了好了 来 来 二 五二 二点五 姚媳妇 我知道 这些年呢 不论是家里人 还是你身边的人 都得给你面子 你说的每一句话 他们都得重视 要是不重视 你就立马不高兴 胡扯 我知道人吗 你看看 你就不高兴了吧 也就是你小子 敢给我这么说话 那是老姨父给我面子吧 老姨父啊 你的眼力确实不差 秦雪梁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 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 那都是出雷八脆的 你选她当女婿啊 那真是选对人了 可她不干 老姨父 这我又得批评你了 你啊 就是 这性子太急 总想一口吃 吃下热豆腐 你想想 这些年小鹅的所作所为 即便秦雪梁不能全知道 她也有所耳闻吧 她是刚转业回来 你就让她娶小鹅 那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那又是她不喜欢小鹅 那是不是又太勉强了呢 你总得为她考虑考虑吧 有道理 婚姻这个事啊 强有得挂不天 你说雪梁真不喜欢小鹅 这个事还真成不了 听懂没啊 这老周婆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你别管她打的啥主意 但是她说这话有道理 有啥道理啊 你也不想想 我嫁给秦雪梁 我爸是高兴的 可秦雪梁什么人 是 秦雪梁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人 这我不否认 可他跟我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都爱管人 你说我爸这一天天把我管的 就够难受了 再加上一个秦雪梁 不得把我管残废了 将来我要真跟秦雪梁结婚了 这个家要是他说了算 咱们俩俩还能随便花钱吗 做梦吧你 不认识 妈呀 你这些说 我觉得你说这番话也有道理 比周峰这儿那有道理 秦雪梁虽然人好 但是他确实就是第二个卫宝库 他肯定得管他俩 对 不行 不行 你不能嫁给他 我差点上了周峰这儿的当啊 妈 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傻 我是有点傻 咋又说我傻了 告诉你别说我傻 我最烦别人说我傻 好好不说啊 我妈精 我妈是大聪明 我妈是世界上最精的大聪明 你躲了 可是啊 你小哥嫁给别人 我也不放心哪 势在人为嘛 怎么个违法 首先 你不能生秦雪梁的气 其次呢 他回村当知书这件事情 你必须得大力支持 你得感化他 让他依靠你 让他觉得你对他恩重如山 到那个时候 你再把小哥嫁给他 那我估计就大有希望了 有希望吗 太有希望了 你想啊 秦雪梁要想在青山域站稳脚跟 没有你的支持 那他就得晃荡 这个厉害关系 他不懂啊 有道理 有道理 我选你当我的军师啊 没错 你竟给我出现好主意 老衣服 你怎么这么夸我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那么夸我 你也不说让我到你矿上来 管点事 那秦雪梁不爱来 我爱来 是这么回事啊 温君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 是个走势途的了 你到我这矿山来干 我怕耽误你啊 你说你今后你 你干个县长 你干个市长 你干个省长 我也好沾你光啊 老衣服 你是这么想的 我这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 既然老衣服那么关心我 那我求你这件事行吗 你说 您吃的盐 比我吃的饭都多 这以后 您看我究竟该走哪一步 您帮我指点一下呗 妥 不过 这要看你自己的能力 到时候 我帮你推荐推荐 行吧 行啊 那太行了 那还有啥说的呢 谢谢老衣服 谢谢老衣服 谢谢 谢谢老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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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择干啥呢 你挺告别的 今天傍晚 许文君打了电话说 他气着你 让我带他给你赔礼道歉 他咋气着你了 我不想说 你俩这对下处的 清汤寡水的 能成吗 能成不能成的 我也不能现在跟他提分手啊 为啥呀 他老是怀疑我心里 没喜欢秦薛亮 你说秦云南刚准备 咱们村上村支书 我要是这会儿跟他提分手了 他肯定得恨秦薛亮 那到时候秦云南的工作 不就不好做了 你呀 总是心事太重 把事情想得复杂 爸 你这菱娃养的咋样了 就是这几个菱娃生病了 我正在观察呢 你看得明白吗 是吗 我还没看明白 你看 身上有小白点儿 把也吃成 那是不是水温不行啊 可能是密度太大 水温太高 问题 就说在这儿 爸 我上网查了 人家网上说 人工饲养林蛙 基本是不可能的 你都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行 那是不是这玩意儿 就不能人工养殖啊 人连月球都上升 克隆都实验成功 怎么 几个蛤蟆就养不了了 姑娘 你放心吧 你爸呀 早晚能实验成功 好 我祝您早日成功 好 我 志鹏啊 这么晚打电话 许哥 你让我打听的事呢 我给你问明白了 你快说 许哥 我姐她男朋友在民政局 我找她问了 她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啥惊人的消息 秦学良是残疾军人 残疾军人 那 那她残在啥地方 她残在腿上 她左腿膝盖一下是甲肢 甲肢 对 是甲肢 许哥 我姐男朋友说了 这件事情一定保密 你知道就行了 可别对别人说啊 行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志鹏 那个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啊 不用客气了 好 再见 秦学良是甲肢 你 要巴你干啥吓我一跳呢 温金党 这件事必须保密 谁都不能告诉我 你只能告诉一个人 那就是杨柳 行了 你跟你告诉我 你看那小兔崽子 又瞧不起你吧 银帅 学良 妈 妈 水凉了吧 妈给你加点热的 妈不用加了 够热了 那只脚怎么不一块儿洗啊 这只脚洗过了 刚洗过就把鞋和袜子都穿上了 你看我这记性 我这只脚前两天打篮球 给摆住了 怕疼 就没敢洗 我说看着像没洗 许亮 你从老田头家回来 看着咋像不太高兴啊 你跟老田头咋聊的呀 老志叔不大欢迎我 他不支持你回村当之说 态度很冷大 那他是不爱退下来 你想啊 他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的寸志叔 说句实在话他干得还不错 人也很正直 办事公道 这冷不丁地退下来了 他心里肯定不得劲啊 是 意见挺大 全是老总 许亮啊 这老田头要是不支持你 那这事情可就麻烦了 他在咱们村里的微信很高啊 他要是不支持你 恐怕你连党员选举这一关都过不去 我也正想这事呢 是有点麻烦 许亮 你去求求你魏叔吧 魏宝库是老田头的姑爷 他要是能跟老田头说一下 老田头应该能给这个面子 再说了 魏宝库在咱们村的微信比他老丈人高 他要是支持你 那老田头就是反对也没有用啊 妈 这事我也想过 可魏叔要求我做的两件事 我一件也没答应 他也能帮我吗 你试试啊 要不我去找魏宝库 看他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 这也不好 这是工作上的事 怎么能让你去呢 要去也是我去 我去问魏叔 你不是怕他不给你面子吗 怕也没用 得试试 亮哥 你这么大姑娘了 也不能老她嫁闲的呀 那你说我能干点啥呀 来 上你爸厂子管钱 当会计 行不行 行 管钱我行 是不是 是呀 你打住吧 会计 你没学过 干不了 出那 心态粗 钱容易弄畅 管钱 你能管得住啊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我干脆待在家 跟我妈学打麻将的 得得得得 你要再开一桌 咱们家就成麻将馆了 要不我还是回城干买卖吧 爸 我听说开干洗店特别赚钱 你再给我投资投资 我开个干洗店吧 闺女 咖啡店你干过吗 忘了 卖红酒你干过吗 忘了 服装店你也干过吧 还是忘了呀 你呀 先什么也别干 让我想想你干啥 那你让她干啥呀 我得想想啊 这么找谁呀 你看看 就会使唤我 你就下草枪你就 来 喝茶 谢谢雷叔 雪亮 你这个支部书记啥时候上任呢 明天镇上赵书记来 召集村委会的同志们开个会 宣布一下我就算上任了 挺好挺好 有没有什么困难 有困难你就说 没说 还真有个事想请您帮忙一下 你啥叫帮忙有困难你就说 昨天啊我去老直书家了 这老直书对我态度挺冷淡 好像不太支持我 他有啥不支持的 这干了二十多年了 冷静上退休着 心里不舒服 这我也能理解 其实啊 你这个支部书记 根本就不用选 乡里直接认命就完了 他不支持有啥用 他来了 把我姥爷给顶下去了 我姥爷能高兴就怪了 小的是 你姥爷不高兴啊 他这个寸支书也不好干 没说 这老直书干了二十多年的村直书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而且在村里很有威望 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这件事 我想让您帮我说一说 你是这个意思啊 那没问题啊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站人那儿去 我就跟他说 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个拿他退位 有啥想不开的 你说你爸这个老倔头啊 昨天吧 还说跟秦学良生气呢 你看今天回弯了 转弯也没用 一会儿我给我姥爷吹吹风 让他去个礼拜去 吹啥风 飞叔 有您这么支持我 如果再得到老直书的支持 那我心里就太有底了 支持 我肯定支持你 当这个支部书记 卫叔 我跟您说实话吧 刚才进门之前 我还在犹豫呢 到底该不该 请您帮我这个忙 没想到 您对我的事还这么热心 你犹豫什么 我能不热心吗 等着我上个厕所 咱俩就走 等着 你先喝茶 喝茶 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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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床上 哪儿啊 脚 好 杨婷 杨婷 别哭啊 杨婷 帮我把鞋脱了 好 疼 疼 慢点 忍着点啊 杨婷 我忍着点啊 你拔一下他 好 来 来 杨婷 你忍着点啊 一会儿就好了 疼 疼 忍着点 不 咱们不敢 不敢 杨婷 有没有强一点 不太疼了 不太疼了 谢谢杨婷姐 没事 给我们家打个电话 咱们快看看孩子吧 不打了吧 打电话 他们会着急的 我很快就好了 杨婷真懂事 谢谢君哥带我到陈所里来 谢我什么呀 咱俩是邻居啊 你以后有啥事 记得喊我 听没听见 听见了 好 她怎么胖呢 杨婷她奶奶生病了 杨婷早上起来 给她奶奶做饭 然后饭盘没端住 掉小片上了 她爸妈呢 孩子上去打工呢 可不是吗 在咱们村啊 像这样的孩子 还不少呢 爸妈出去打工 把孩子扔在家里 真的挺可怜的 月亮啊 两件事 一 你不去矿山工作 二 你不答应瞿小泽 我对你有意见 后来我一想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我也不能强迫你啊 谢谢贝淑的意见 不用谢我 要谢谢许文君 昨天晚上他给我做痛的工作 文君 许良 你回来当村知书 我支持你 但是小和这件事 我希望你再想想 你要不是这么犯她的话 你俩处一处 处好了 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 能撑得两口子 这就是我的想法 行 岳叔 这个想法够明懂 我都决定什么 用不着明懂 这就让我高兴 知道吧 去吧 老爷 老爷 这么早 早会有啥事啊 老爷 一会儿我爸和秦薛良去你家 你别给他们好脸啊 我为啥不给他好脸呢 因为他俩刚才在我们家 说你坏话来着 他俩说我啥坏话了 他们俩说你岁数大了 耳朵也不太好使 嘴角无力气 思想僵化 观念成就 性格固执 该退不退 站着毛坑不那个啥 简直就是一块半角石 我怎么得罪他们了 干脆他说我该死得了 怎么埋太坏了 你告诉我 他俩在哪儿 我去收拾他们 老爷气疯了 说狠了爸 你说你老爷都这么大 孙数了他脾气又不好 你可别把他气坏了 不能 这点事不至于 我老爷扛气 小哥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把你老爷气坏了 我可饶不了你 你就揍我 这你说的啊 我说的 老大叔 你们来干啥 我俩来看看你不行啊 我又不是花 又不是唱戏的 有啥好看的 老大叔 老大叔 我们找您聊聊天 要不咱屋里聊 这你家呀 你叫我上哪儿去 我就上哪儿去啊 爸 大清早谁招你了 这么大火气 啥事说吧 爸 就是这个 学粮当知数的事 你还得多支持啊 我支持 我耳朵背 我推脚不利索 我思想僵化 观念陈旧 你们应该把我 送到棺材里去啊 怎么会很让我来支持你们呢 这话到哪儿来的呀 谁说你聋了 谁说你思想僵化 观念陈旧啊 谁说谁知道 是我撑了半角石 我老田头在村里 干了二十多年制书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犯得着这么说我吗 老师叔 没人说过这话呀 我们都很尊重您哪 行了 别来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了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秦月亮 你想当知数不上 可以啊 咱们竞争 公平公正 让全村的党员来选举 选掉我 你干 选掉你 我干 我现在就到镇上 找赵书记去 我看他怎么答复我 老师叔 老头今天这是咋的 这么大话 谁招了他来啊 灵灵啊 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 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 你说得对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只有信任 才会互相尊重 我这个人 确实有问题 心胸不够宽敞 特别在你这个方面 嫉妒心很强 只要看到你 跟别的男人接受 哪怕是聊个天 吃个饭 我这心里都特别不舒服 当然我知道这样不好 我也努力想改 明亮 我是 不认识 真的很怕失去 其实你这个人挺真诚的 就是有的时候说话 老是一样怪气的 你说咱俩都出了三四年对象了 我总觉得有时候 根本就不了解你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挺真诚的 就是有点不自信 你说我们家里 我爸一条腿不好 我妈还总爱跟别人吵架 我从小到大 总觉得别人瞧不起我 谁瞧不起你了 你没瞧不起我吗 你这话不是废话吗 我要瞧不起你 我干啥给你出对象 那有时候我总觉得 那你有点瞧不起我 你有时候来吃点小性子 我说话言不由衷的 是挺不喜欢的 是吗 我不改 我以后坚决改 说到做到啊 我跟你说个事 这件事一定得保密 不能跟任何人说 什么事啊 咱们不是一直在猜 秦学良在部队上 干得好好的 为啥突然就转业了呢 现在我知道了 他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伤残了 是个残疾军人 秦学良是个残疾军人 他残在什么地方 他的左腿断了 膝盖一下是甲肢 是 甲肢 我是得听我一个 明政局的朋友 告诉我的 秦学良左腿是甲肢 这事不可能 没有人知道啊 我听说 他是跟组织上 请求过替他保密 这事能保密得住吗 那他可能觉得能保住吧 秦童 好 脚还疼不疼啊 好了 快疼了 杨柳姐 你可真厉害 啥病都会治 啥病都会治 那我不成神医了 杨柳姐 就是神医 好 你说我是神医 我就是神医 咱们俗人的病啊 我都能治 人人都健健康康的 好不好 好 杨柳 学良 这是谁家孩子呀 孙静才家孩子 叫新童 今天早上起来脚杯热粥给烫了 我给他敷了药 送他回家 清童 这是学良哥哥 学良哥哥你好 你好 新童 还疼不疼啊 不疼了 杨柳姐姐给我治好了 真棒 勇敢 你儿 sunrise 谷你走过了 酒你喝过了 才知道又浓又淡啊 这话你要是说过了 才知道暖雨凉 林一川过了 才只有松又阳 花儿要开过了 才只有红又黄 泪泥流过了 才知道又苦又塞呀 这人你要是爱过了 才知道山雨凉 你要用斗城啊 不要用施量 是好是爱都有笨章 迟早记你头上 人情有缘接纳 失态有言量 有些事不必挂心上 看懂就不迷茫 你要用斗城啊 不要用斗城啊 不要用斗城啊 是好是爱都有笨章 迟早记你头上 人情有缘接纳 失态有言量 有些事不必挂心上 看懂就不迷茫 有些事不必挂心上 有些事不必挂心上 看懂就不迷茫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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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